好,我們來討論一下平面上點跟圓之間的關係 它有三種關係 第一個關係就是說 這個點P在圓內 那點P在圓內它有什麼特徵呢 它的特徵就是說 這個點P到達圓芯的距離比R小 就這個是D OPR OP等於D 這個是小於R 然後一種關係是什麼呢 是在圓上的關係 在圓上的話 那麼OP就等於R OP是D等於R 那另外一種關係就是說 在圓外 那圓外的話呢 那麼 O跟P之間的距離 D 就大於R 一般的 這張的聲音 感谢观看